我要竖起来比较难 好 来那个 来我们来看一下 A跟B如果成正比 他们就会一起放大 可以吗 他们就一起放大 那因为它一起放大 所以会导致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很重要的结果 就是前面的这个数字 是后面的五分之四倍 对不对 看我这里哦 前面的这个数字 是后面的数字的五分之四 所以你把它放大 你把它放大 这边变八 这边变十 只不过就是它变十分之八嘛 对不对 十分之八这个分数 跟五分之四这个分数是一样的 了解吗 所以它仍然是五分之四倍 十分之八就是五分之四 所以所谓的成正比 当你这边在放大的时候 我这边跟着放大 所以你看到的是 你看到的是十分之八 但是十分之八约分之后 这个就是五分之四 一定要注意听哦 所以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A除以B永远会是五分之四 这个叫做方乘四 这个例子是你自己举的 不一定要八跟十 八跟十最简单而已 你可以举任何一个例子都可以 比如说我也可以举四十 这边就要写多少 五十 这边就要写五十 这个只不过就是什么而已呢 如果我往前看 前面是后面的五十变四十 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 对不对 五十变四十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五分之四跟这个分数是一样的 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好 所以五分之四也好 十分之八也好 五十分之四十也好 通通约分之后都是五分之四 所以只要你拿前面这个项目 除以后面这个项目算出来的答案 通通都会约分之后等于五分之四 这个就叫做方乘四 这个是在讲什么呢 这个在讲A这个项目四 B这个项目的五分之四倍 请你先把这个写下来 这一句话在讲什么 先写这一个 所谓的A除以B 这个代表的意思是 项目A 听懂哦 写完整哦 项目A是项目B的五分之四倍 项目A 少一个字都不行哦 项目A 是项目B的五分之四倍 你们反笔还没想出来多数人 写下来 这里填八 这里应该要填多少 从四到八 几倍 写下去乘以二 所以这个也乘以二 所以得到多少 这样懂吗 这个是他的几倍 四除以五怎么写 你们先去想反笔哦 这个除以他 就在讲他是他的几倍 可以吗 所以四是五的几倍 就用四除以五 所以五乘以五分之四会变四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下面这个怎么写 自己写看看 已经写出了反笔的 请举手 方程式 手放下 你的是不对的 不是因为方向错误 所以写不出来 因为你们在模仿我这边的写法 所以你们那边永远写不出来 你觉得 你觉得这边是写B分之A 我那边就写A分之B 你觉得这样就反了吗 反是这样反的吗 我这个我这个把它反过来 难道我不能把这个方程式 我不能把这个方程式 改成是B除以A 来请问写等多少 我写这个方程式 跟写这个方程式是一样的哦 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写这个方程式 跟写这个方程式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你把它倒过来 这个就变反笔哦 没有哦 A除以B如果等于2 是代表A是B的两倍 对不对 A是B的两倍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写 A是B的两倍很明显 举个例子嘛 我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你是他的两倍嘛 我举个例子 2跟1 可以吗 我倒过来的时候 就变成B除以A B除以A 那就变成是 1是2的2分之1倍啊 对不对 举个例子来讲一下 了解意思哦 所以A除以B是 A除以B是2 那就是A是B的两倍 那倒过来就变成是 B是A的一半啊 对不对 所以你讲这句话 跟讲这句话 是同一件事情 不是你倒过来 它就变反笔 没有 反笔是一个放大 另外一个缩小 对不对 那因为你们很多人 失败失败在 你觉得我这边写B分之1 你这边就写A分之B 所以一直写不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2 这里如果我写2 代表你这边做了什么事情 缩小 对不对 对 剩一半 所以你这边因为要反笔嘛 对 所以这边就是要两倍放大 对 所以这边变多少 10 这个缩小 这个放大 不就等于没变吗 不就等于没变吗 什么东西没变呢 我缩小 你放大 一声一缩就恢复原状 不是吗 原状是什么呢 我缩小你放大 一声一缩就 一声一缩就恢复原状了 所以本来是什么 后来还是什么 本来是什么 那后来又是什么呢 一直都没有变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两个乘起来多少 20 这两个乘起来多少 会变吗 我本来乘起来是20 你把它缩小 但是我把它放大 这个的相乘的答案 会不一样吗 4乘以5 我把4缩小 可是我把5放大 一缩一声 它们之间的相乘 还是维持20 对不对 我把4三分之一缩小 我就把5三倍放大 我变成三分之四 这边变成15 两个一层 这两个层 这两个还是剩下20而已 一缩一声 还是恢复原状 不知道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这边我先擦掉 两个数 我把这个数字 我把这个数字乘以2 就会叫做4乘以2 对不对 我把这个数字 对不起我除以2 这样比较好想 我把它除以2 那这边就会变成怎样 这边我就把它怎样 乘以2 这个我把它缩 这个我把它放大 什么东西不会变呢 4跟5乘起来仍然是多少 45还是20 那我把这四个乘起来呢 这四个乘起来呢 这两个乘起来是20 这四个乘起来呢 然后如果我把它 如果我把它四分之一倍缩小 这一个我就把它四倍放大 我再把它全部乘起来 请问这些全部乘起来是多少 还是20 可是我写出来的数字不一样 四分之一就变1 这个四倍就得到多少 我写出来的例子不一样 对不对 我举的例子不一样 可是它们乘起来 答案仍然会怎样 因为我一个缩 另外一个就放大 一个缩小另外一个放大 所以总共的结果 虽然这个改掉了 这个也改掉了 可是我全部乘起来还是20 所以方程是怎么写 方程是怎么写 A乘以B永远都是20 来写上去 写20不好 举个例子写 4乘5 最后当然是写20 但是我特意举个例子写 举个例子来写 好 你好像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对 你先做一个好的笔记 先做一个好的笔记 自己读懂什么时候是正笔 什么时候是反笔 相等是等在什么 相等是等在 相等是等在 他们两个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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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都是20 反笔反在这里 反笔的相等等在这里 所以 你会做结论吗 反如果是正笔 这两个项目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反笔 这两个项目有什么关系 自己写 当他是正笔的时候 那两个项目有什么关系 当他是反笔的时候 那两个项目有什么关系 你如果真的懂 你有办法自己写 写不出来就是因为 还不是很懂 自己想想看 自己下结论 什么时候我们会说 那两个项目成正笔 什么时候我们会说 那两个项目成反笔 自己先写看看 自己下结论 如果你真的懂 你就写得出来 不太懂就不会写 正笔就一起放大 一起放大 所以你看你要放大几倍 自己决定 你要几倍 你要几倍自己决定 然后就把它盛起来 所以你放大四倍 那因为正笔 所以两个要一起放大 所以他也要四倍 这个叫正笔的感觉 一起放大 懂吗 你刚刚这个整个都乱掉 你整个是乱的 你的笔记完全是错误的 重来 先写A和B成正笔 A和B成正笔 那一句话先写 成正笔的成写错了 好没关系 继续写 自己举个例子 A比B 不要跟我黑板一样 自己举个例子 你写好了举手 所以你要自己下结论 来说放下 在哪里 这个是我刚刚讲的东西 怎么用方程式的方式来讲 你写在哪里 同时放大同时说 一个放大一个说 这个我讲过了 不是要你写这个 你的结论是 还有谁写出来 看 你们那个讲同时放大同时说小 这个是我之前下的结论 厉害 高手在这里 你谁在哪里 你没有下结论 结论 什么时候会成正笔 什么时候我们会说 两个项目成正笔 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两个 那个同时放大同时 那个也是对的啦 只不过我现在期待你写另外一种 你这个也是刚 这个也是我之前讲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之前讲的东西 我会加强的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前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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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讲出来 什么叫做前后关系相同 什么样的东西相同 这个有讲出来 这个没有讲出来 这个没有讲出来 你其实快写出来 但是不够有信心 所以没有写出来 只愿是自信心不够 所以不敢写 实际上他已经快写出来 可是他不敢写 好 什么时候两个项目会成正笔 什么时候A和B会成正笔 什么时候A和B会成正笔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他们会成正笔 你们用的方法是 你们用的方法是 我之前告诉过你们的 你举例子 比如说举3比4 然后你就这边放大 我这边就要跟着放大 你是举例子在讲 但是我现在期待的是 你们要用方程式在讲 所以这个用方程式在讲 要怎么说呢 A除以B会等于多少 等于3除以4 所以什么时候他们会成正笔呢 项目 项目你给它做除法的时候 会怎样 项目你把它相除 不管你是用这个例子也好 还是这个例子也好 项目相除 会怎样 会相等 是这样 如果他们有成正笔 因为3跟4变成6跟8 所以3除以4会等于6除以8 后面除以前面也可以喔 懂吗 前面除以后面 还是后面除以前面都可以 但是你要 如果你是前面除以后面 他也要前面除以后面这样 好 所以2个落成正笔就是 你不管举什么样的例子 你前面除以后面 你只要把他们的项目相除 只要把他们的项目相除 他会保持相等的关系 正笔 正笔的相等等在这里 等在哪里呢 正笔的相等等在项目相除 所以如果是反比呢 如果是2个乘反比呢 如果2个乘反比呢 如果2个乘反比呢 他们项目之间有什么关系 相乘起来 A B 45 这里如果2这个就要变多少 这边缩小 这边就要怎样 放大 所以会维持一个什么关系 项目怎样 项目相 刚刚是相除 这个是相 项目相成 一样会怎样 还是会相等 这个结论 只有班长写出来 来写在笔记本上 这是我们刚刚 要下写就没有那么多 就像你们在写 这种功夫 这种功夫 你们每天都有在训练 可是你们有些人 没有在训练 班长每天都有在训练 所以他为什么现在比你们还厉害 你们每天的每日 做一部的每一节课 你们有些人是在打混 自己很清楚 这个是每天的训练 每天你都在训练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写出那一节课 老师授课的内容 还是你只是说老师现在在教一之一 正比比反比 就这样结束 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班长的笔记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他可以写得出结论 你写不出来 每一天的训练 不一样 大家都要通通都要花时间写作业簿 每一个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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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时间是怎么用的 每天每一个人都在累积自己的能力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累积自己的能力 你别人在进步 你一直在倒退 这次我们班烤最好的应该是淋湿吧 以进步来讲 我通常讲烤最好的不是讲你排地紧 不是通常是你的努力程度 好 好 这个先这样 一人一张包含鱼姬的 来 往后方 有缺再跟我讲 来 班级做到姓名先写好 就开始写 没有就空格填一填而已 有些大部分都是空格填一填而已 填一填比一比 甜甜看打错字 来你几岁 今年几岁写上去 老师今年几岁 随便你猜 你觉得我几岁就写几岁 不管你觉得我几岁就写几岁 你想要让我变几岁就几岁 100岁 随便你 3000岁可以 但是要合理 这就很不合理 你没有活在我们这个世界 你是在宇宙外那边的人 41勒 好 你觉得老师几岁你就写几岁 所以每个人答案不见得会一样 可以吗 你觉得我几岁你就写几岁 你觉得我只有18岁就写18岁 我老师几岁勒 然后空格 哈哈 你再乱讲话看看 你就是几岁了 还没有写完后 还没继续写 可以写哪里 老师的年龄跟你的年龄可以比出什么关系 比出什么关系 一样可以比啊 诶 等一下 有正比吗 没有 有反比吗 没有 不是现在任何题目答案就是正比反比 对不对 要一起放大一起缩小 或是一个放大一个缩小 才会有所有的正比反比 对不对 所以你的年龄跟老师的年龄可以比出什么关系呢 你会写吗 诶 厉害高手 所以你会怎么写呢 自己写出来 然后继续进行第二小题 这是1月19号过年前的一场比赛 下面有数据自己读一读 比赛 比赛就会有比数 他总共比了5盘之后 5盘之后才比出输赢 不是随便你填下面有答案啊 下面 最下面 下面 最下面 不是 那个是第一题 第二题 对 第二题 自己读 第一题的那两个表格的下面 那两个表格的下面有一串文字 那一串文字 请你自己读出他们的比数 自己读 我要看你就要给我看 我还要特别拿起来 你紧张 老师过来就是要看 把你手扳开你还是不理我 我紧张拜给你 继续写你的 你算是错的呢 今年明年后年20年后 20年后是跟谁在比 现在 跟现在比 跟现在比 我们讲几年后都是跟现在比 你的也是错的 你们现在13岁 假设你是13岁 老师是18岁 明年几岁 明年几岁 是14岁 这里呢 后年呢 15 20 20年后呢 是用谁来算 用这个来看的不是吗 13 对不对 对啦 所以你这边要填多少 13 这边要填多少 38 不是 38 这一个年龄是一个比不是吗 我只是18岁 这时候的老师跟 这时候的学生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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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有各自的比 它是正比吗 回答我 看黑板蓝 它是正比吗 不是 为什么不是 蛤 因为没有同时放大 没有同时缩小 但他们有一个关系 所以 相减 这是老师 对不对 这是学生 这两个项目有什么关系 你会写吗 来 老师这个项目用T表示 学生用student S表示 你会写T跟S的关系吗 写看看 自己写 T代表老师的年龄 S代表学生的年龄 你会写出S跟T的关系 C吗 脚 不是 这边的项目是代表老师的年龄 这边的项目代表学生的年龄 不是老师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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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举的例子是30岁 是吗 你举的例子是30岁 那你就是这边会写30 但是这边会写 31 那后年就会变32 然后你这个会填多少 50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个项目跟这个项目之间的关系 你要怎么写呢 有一个关系一直都没有在变 怎么写呢 T 老师的年龄 剪掉学生的年龄 永远都等于多少 以黑板这个例子来讲 17 但是你们的不一样 对不对 你们的不一样 他们两个年龄差 以我的这一个来讲 他们的年龄差永远固定是17 所以他不是正比也不是反比 但他还是有一个关系 你们每一个人的写法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黑板的这个例子是红张的 然后去写第二题 可是我黑板的例子是红张的 你要写你自己的 你的相差不是17 你的相差不是17 你相差是这个 所以你的T-S不是17 要想 要想 最怕的就是直接把黑板的抄下来 每天每天你每个瞬间 你到底是在背东西 还是抄东西 还是在学东西 你每一个瞬间在做什么事情 你没有写 这个项目我用T表示 这个项目我用S表示 T-S写出来 T-S 以你这一题来讲 你会写出什么 你会写出什么 写出来 你的T-S 这个项目我用T表示 这个项目我用S表示 写上去 这里T 这里S 所以T-S会等于多少 写出来 写出来 你到这样才叫做完整 你这样没有完整 你这样有写出来了 但是刚刚我有跟你们讲 把这个用T表示 这个用S表示 老师的年龄 跟你的年龄 可以是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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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可以使用一个符号 来代表全部 你只要老师扣掉学生 永远固定就是这样 你要记得 我刚刚有讲 你就要知道要写 你这样表达 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你要学完整 写第二题 第二题的答案在这里 空格 你也没有写出来 老师用T 学生用S 写上去 然后 T跟S有什么关系 你这句话有讲出来 但是 如果我用符号表示呢 怎么用符号表示相差34呢 用符号写一次 你这样也是没有完整 来用符号写一次 用S跟T来表达 写在这里好了 你这个还没填呢 你要从这里来写出来 你要从这里来写出来 那就是说 用 用 第四函 第一函 第二函 第三函 好 在最后面这里 6比4 3比6 不是 然后3比6 因为跳掉 有 所以在考你们的语文能力 这个是 这个是 1月19号那天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如果你对球类运动有兴趣的 但是你们对网球没兴趣 也不知道网球怎么打 对不对 就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球类 蛤 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然后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比赛 这两个的比赛 比赛过程非常的精彩 中间讲了很多 他总共打了3个小时 又38分钟才结束 你有看到吗 有 你练习看上面的东西 然后呢 一直到最后 真正的比数在后面那里 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 Ruffle 一个叫做 Fedra 我们应该讲Ruffle跟Rodger 好 一个是 两个是R 两个是R 但是一个是R 一个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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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这个是R 这个是R 这个是Fedra 这个是Fedra 然后这个是Nada 好 然后最后呢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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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以 他是以来最后那边 你没有看到 6比4 有看到吗 6比4 然后接下来就3 对不对 然后再往过来这边 3比多少 3比6 然后再来是什么 6比1 再来是什么 3比6 然后再来写什么 6比3 对不对 可是他是用这个人在讲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讲说 他跟人家比是6比4 这个人讲说 他跟人家比是3比6 所以这个人的比数 是看6还是看4 6 看6 所以你写出来的东西 应该是什么呢 他因为他是说Fedra 这个人 这个人跟人家比数是6比4 就是以他为讲的嘛 我跟东盛的比数3比2 我跟东盛的比数3比2 所以我是先讲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跟他的比数 所以你应该是6 4 然后再来是什么 3 其他自己写 错的就修改掉 其他的自己写 然后请问一下球赛的比数 可以比出什么 最重要的比数 可以比较多 对 没错 就这样而已啊 就比输赢 怎么说呢 你把它写完会变什么呢 这里4 4 6 4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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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们自己写 自己写 自己写 继续写 答案都在你们的上面 自己写 我写了你就只会抄我的 你写完之后 等下再让你对答案 你要先自己写 你还没写 第一盘 第一盘6 比4 但他是讲Phaedra 这一个人跟别人比 他跟别人比是6比4 所以他先讲Phaedra 然后再讲他 所以6比4 写上去 再来 接下来是3比6 把它写完 你们平常都要训练自己读文章 你们真正 真正厉害的人 你还没写 你这个最后在这里 这一个人用6比4 用6比4跟人家比 你知道什么叫6比4吗 抬起来看着我 你知道什么叫6比4吗 真的吗 所以他用6比4跟人家比对不对 最后他得到6分 另外一个人得到4分 我 我最后用6比4跟人家比对不对 所以我得6分 另外一个人得4分 所以Phaedra Phaedra 这个6分 这个4分写上去 不对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在这里 对不对 Phaedra在这里 6 4 再来他是3比6 怎么写 继续往下写 好如果我们把它写完 如果我们把它写完 会4 6 6 3 来回答我再来写什么 16 再来写什么 63 63再来呢 36 这个球场上的比数 比数 就只能够比出输赢而已 所以这一场谁赢 所以这一场谁赢 Phaedra Phaedra 对不对 Phaedra赢 下一场呢 Nado Nado Nado赢 再下一场呢 Nado赢 在下一场是谁赢 Phaedra赢 Phaedra赢 再下一场呢 Nado 你会发现很精彩呢 一下子他赢一下子我赢 这种比赛是很可怕的精彩 最后一场 谁赢 Nado 所以最后他赢得比赛 所以 比数 球场上的比数 只拿来比 胜负 写上去 比数只能够比出输赢 他只能够透过数字的大小 比出输赢 就这样而已 谁大谁小 比输赢而已 就算只差一分 我还是赢你 这样 最后的结果我就是赢你 不管我们 不管我们 差距有多大 或差距有多小 反正最后就是输赢而已 因为最后就是一个人赢三盘 另外一个人赢两盘 所以最后是那个Phaedra赢了 这个是球场上的 球场上的比数 胜负 只有比胜负 所以比数只能够比出胜负 接下来 请看第三个 填温度 温度呢 请你看右上方那边有一个温度计 我们温度计有两种 一个叫做摄氏温度计 一个叫做华氏温度计 外国人都用华氏温度 请你 请你把相同的温度写上去 相同的温度 相同的温度 它是这样 温度越高的时候 它那个 里面的液体会越长越高 然后它停在哪里 停在哪里 你就可以读出 停在哪里 你就可以读出 用摄氏来讲 我们这边的人的习惯 几度C 那如果是外国人 美国它们那边 它们用的 它们一样 它们一样是 它们拿它们的温度计 来我们这边用 它还是会 一样的温度 都是拉到这里 可是我使用的是 华氏温度计来量 它还是使用 华氏温度计 还是摄氏温度计 这个叫做华氏温度计 这个叫做摄氏温度计 这个叫做摄氏温度计 华氏温度计 跟摄氏温度计 只不过差别 是差别在它的刻度 不一样而已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读出 它们的温度一样 可是这个写的数字 跟这里写的数字不一样 懂我在讲什么吗 把它写出来 把它写出来 你可以举好几个例子 你可以举好几个例子 所以不管是摄氏温度还是华氏温度计 都可以比出什么 对都可以比出相同的温度 数字虽然不一样 比出相等的温度 所以我要确定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有写 虽然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温度计 可是它们事实上 它们都会拉高到同样的高度 只不过这边读出来的数字 跟这边读出来的数字不一样而已 数字不一样 可以这样说 我先确定一下你们有写 你们要先自己写 上面有很多 你都还没有写 你去找 温度一样 可是它的数字不一样 比如说它是到这里温度 对不对 摄氏温度它会说 10度 可是华氏温度它会讲是50度 懂吗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其他的例子 找到刚好对在一起的 F 来同学 请你们写上去 渡F下面写上华氏 渡C下面写上摄氏 所以请问一下 摄氏温度 F 来以它的例子来 它那一个出来的温度几度来告诉我 它那个气温量出来几度 2度 它量出来几度 它量几度 10 这里几度 50 这个我们叫做摄氏温度10度C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50是什么呢 华氏温度50度F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不同的温度计 不同的量的方式 可是它量出相等的温度 所以你摄氏 然后华氏 你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你就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摄氏10度C 它是度C 华氏是度F 这边写10的时候 这边写多少 50 好 这一个比 好 不能这样讲 反正它们这两个项目 这两个项目可以比出什么 温度不一样 对不对 不是不是啊 温度不一样吗 温度不一样 比出什么 比出相同的温度 有没有写 例子只有这个而已吗 还有没有别的例子 来我考你们 来 摄氏0 华氏多少 林亚瑄 摄氏100 华氏多少 你眼睛没有在看该看的地方 212 摄氏100的时候 华氏多少 212 好 下面的456 下面的456 还有后面的题目 回去当作业 懂吗 明天小老师要收给我改 那个先关起来